11月4日,潮起中国飞翼幻星夜,在CCTV6电影频道直播,周深信唱画卷,结合飞翼服装展示,好像穿越好几个朝代,舞台中的周深从山水小桥花树走出,结合飞翼服装所呈现出来的美,令人沉醉,好像是穿越了好几个年代,画卷的舞台将传统居民,以及上古神话等这些带有国风元素都在舞台上演绎出来,得以传承,就如他先前所说,国潮兴起是意料之中。 最近,光亮的预告每天都在倒计时,还好今天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最后一天,马上要上线了,不过还是被彼岸花超车,在电视剧片段中,插曲提前被公开,虽然按音源公开的时间来看,还是光亮会更早公布,但这大长段的插曲,也让粉丝相当过瘾。 光亮最近也曝光了其他花絮,周深在录制现场,在花絮中的勾音也都那么有穿透力,吊足观众胃口,等待明天的光亮相约吧。 最近,周深还很荣幸的,现唱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,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主题曲《何光同春》,入选微博第三季度,十大MV。 何光同春与谭顿老师的合作,对周深来说是一次神圣的荣誉,保护生物多样性,攻击地球生命体,来一起感受大美山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